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让我们首先来读今天的圣经经文 罗马书一章16到17节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信的人 先是犹太人 而后外邦人 因为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 是起于信 止于信 正如圣经所说的 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人 将得生命 今天这段短短的经文 其实蕴含了基督信仰的基础 使徒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 称赞他们是信德传遍天下的教会 这里的信德其实就是faith faith这个字中文可以做相信 也可以做信心或者信仰 保罗在罗马书一章 一开始先自我定义是传福音的使徒 接着简要阐明福音的内容 是关于上帝的拯救 是透过儿子耶稣基督赏赐给世人的 然后保罗接着说 罗马教会在这样的相信上面 成为模范 广为人知 更是期待可以探访罗马的教会 从上帝拯救的角度 简短说明福音的主题 保罗接续从人的角度来探讨 相信这个议题 保罗说福音对人来说 就是以相信作为基础 并且以信心来成全 透过人的相信 显明上帝的公平正义 显明圣经所教导的拯救原则 就是一人必因信而生 人能够得到上帝所赏识的新生命 是因为相信 我们是有限有罪而且软弱的人 我们在上帝面前 唯一可以称到的就是相信 愿意相信 坚持相信 而这样的信心就成为我们 可以稍稍在上帝面前被称为政治人 义人的理由 因为这样的相信 恰恰是在面对罪恶与死亡的权势的时候 我们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的诚实的一种表明 面对上帝 我们不需要显示自己的厉害 因为我们其实一点都不厉害 我们的财富与才能也毫无可夸口之处 因为相较于上帝 我们极其愚笨 而且极其贫穷 我们只需要认识到这样的情况 坦诚面对 并且寻求上帝的帮助 上帝就要帮助我们 这就是信仰的原则 面对福音 面对上帝已经全备的拯救恩典 我们以相信为基础 再相信中坚持 以信心写明我们真是上帝的儿女 耶稣的门徒 而这样的信仰 就会成我们被上帝接纳 而且上次的缘由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